這邊我們來觀戰一把國際服S1的岩釘 同時的話也是S7的囚徒啊 這局監管者是四閃之魂 沒有狩獵本能的話 帶了張狂跟閃現 開局的話直接一個捏閃往大船去 大船是一個調酒師 這裡的話有心跳了 看了一下背後發現監管的附近 誒這波的話是覺得速閃會反耀嗎 但是速閃沒反耀 那這波拿到還非常快的 好在是沒有出技能 那這血的話應該是能回 張狂的話好的還是非常的快的 調酒師這裡帶的是雙彈 沒有時間進行一個調酒 看有沒有一個調酒的機會 感覺調酒師遛鬼的話 感覺調酒師遛鬼的話 這是不是手錯 誒這個平地調酒送了一刀 感覺有點虧啊 哦野人過來幫忙斧了一手 這野人有點眼熟啊 萌新信仰教主 這個不是那個S1的律師嗎 閃現下珠 這個野人是S1的律師 同時的話也是S2的慈善家 一個閃那這裡的話遛不起來了 炎丁的話就在附近 有沒有拆椅子呢 這張椅子太的話速閃可以過在別的地方 一般像炎丁的話都會找一個閃現的話是交過的 這野花能靠近西魂的話已經交了 哇這麼快就出二階了呀 這野花還在卡血線 有搖鈴 野人的話能上珠嗎 珠的洗地已經好了 幫忙扛了一刀 那這樣子能上珠 要不要選擇幻追 選擇幻追小說家 那求生這裡的話得補下狀態 野人跟炎丁得補下狀態 但是 場上的密碼機 還剩下兩台 這裡的話乾咬到 但是 炎丁立馬就說 你敢過我就敢踩好吧 哇這邊搖下來了 小桌家就是帶了三層快搖 好 一個飛輪 閃現的話是還沒好的 知力位置能拿到刀 喔有控制 那想擊倒小說家還是比較難的 這裡一個 吸 那這裡的話應該走不了了 一個蓄力刀擊倒 好 顏丁跟野人剛好補了狀態 調酒說話 吸了大半台了吧 喔 再找電機 那這樣子 還得再拖點時間 嗯 對於求生者還是非常賺的 畢竟小說家是一過 然後野人的話是沒有搏命的 帶著飛輪 想攔截但是沒攔截到 有閃現 直接出刀 還是選擇追野人 閃現把珠下掉了 這位置上不了 有飛輪的 飛輪 哇 帥 小說家技能又好了 哇 那這樣子 蘇傘想贏的話 得去控下場了 追的話是追不了了 選擇鎖電機 等一個閃現的時間 如果死追的話 因為閃現已經在CD了 那這樣子開門站 就少了追人的能力 選擇手機的話是正確的 那這裡的話 打一波狀態 然後回去繼續守機子 沒有選擇回去嗎 那這樣子閃現的話還沒好 開門站的話 有點難打了 哇這把速閃開局區 節奏非常的好 但是 一波打下來 直接又 夢迴開局了 沒有閃現的速閃之魂 野人的話還有珠 直接上珠不給機會 炎帝的話已經在點小門了 守小門的話來不及了 只能 淘汰一個了這把 選擇繼續升追 求生者是知道速閃帶了張狂了的 所以 就沒有底牌 那直接貼門就好了 那這邊 恭喜求生者拿到一個三袍 好 小心 小心 嗯哼